高雄男子發生了一起驚悚車禍 有一輛機車轉彎 遇到加油站出來的休旅車 騎士攔腰撞上 重摔倒地 居然是頸椎斷裂 一度性命摧毀 鎖性鬆娛之後 撿回一命 十字路口耗製轉綠燈 騎士右轉後執行 這時右手邊加油站 一輛休旅車剛加彎油準備離開 起步沒多久 機車煞車不及 攔腰撞上 撞擊力道不小 機車坐墊翹起來 騎士大自行 躺在地上奄奄一襲 休旅車板經則是 凹了一個大洞 有人分析了嗎 還有報警啊 有啊 報警 這有救人 都知道 好好好 好先路人過來幫忙 指揮交通叫救護車 車禍發生在高雄男子區高南公路 警方到場調查發現 受傷騎士竟然是自家人 副優隊的警官 剛從橋頭地點署參加會議 返回途中遭遇車禍 造成頸椎斷裂重傷一度命危 加油站或停車場 使出車輛數騎士車 因禮讓行進中車輛先行 初步研判 休旅車離開加油站 沒有禮讓造成車禍 肇事責任可能比較大 但好險警官送醫後救回一命 復健之路將會很漫長 記得宋美城王書宏高雄報導 2017年碟戀花遊覽車翻車事故 造成33人死亡 沒想到5年過去了 有民眾發現在事發的國道路段 突然增設了一個側速照相 而且速線居然只有40 高速公路出了隧道要速度急降 讓民眾狂空 這根本是低速公路 國道5號準備接北二高 照著原本速線開80公里 沒想到一出隧道 下一秒速線沒有變40 再一看這裡近還多了一支 測速驟向機 駕駛嚇傻急煞 不少民眾更知乎危險 隨便都超過40 這樣太慢了會危險 出隧道之後 速度還是滿快的 測速照相機在這邊的話 急煞 它會追撞 測速速現即降 網友PO文怒轟 交通部活在民國初期 前車瞬間降速 反會釀成追撞 直呼這才是撞車前奏 連腳踏車都會超速 應該證明低速公路 國5過了這支測速 照相立刻接著彎道 進入國三 仔細看這彎道很眼熟 原來這裡正是 2017年蝶戀華翻車地點 當時遊覽車過彎超速 反裸邊波 一具具屍體 胎出33人喪命 現場成了人間煉獄 事故後速線40枚變 彎道前後增設限速標誌 卻依舊違規連連 因此27號再設了 測速照相去遞超速 因為這裡限定條件 公務警察沒有辦法派車 在這裡找到安全的地方去攔 所以他們採用科技執法 高工局強調就流到 雜道速線本來就是40到60 專家則建議 還是要多考慮道路狀況 進雜道之前呢 就應該讓它適當的減速 或者是用寬容的區間 來定取締的標準 警方則表示 這支照相目前還沒啟用 驗收完成後 會在網站公布路段取締 超速將一道交條例 開罰3到6千元 曾經過這個路段的駕駛 可要注意控制車速 記者 台中有民眾向外送平台 訂了兩杯飲料 請外送員送到北屯 兒童公園裡頭的圖書館外圍 不過公園有將近5公頃 疑似送餐的地點不夠明確 外送員一度找不到引發了不滿 後來呢 這個外送員還跟民眾爆發衝突 外送員和一名男子在公園裡大吵 一言不合 越吵越兇 我要啊你要不給我啊 你要啊就好了 給我啊出來啊 不拿出來 兇我嗎 你剛剛要罵我什麼 男子標罵外送員三字經 還氣到打電話投訴給外送平台 他來在腳踏邊的那個 保溫蓋就打開先開叫 用手拿 你又不是專手拿給我餐點 為什麼我要從你 不管什麼要從你 跨下直接拿你 拿你叫出來 原來男子訂了兩杯飲料 要外送員送到台中北屯 兒童公園裡的 新安圖書館外圍 但這座公園面積將近5公頃 所謂的外圍到底是哪 外送員一度找不到 成了導火線 再加上外送員不願主動 將飲料從保溫袋取出 而是要男子自取 讓男子大感不滿 雙方都怒氣沖沖 找不出來都打給客戶 有的外送系統 也有倒數10分鐘的功能 按下倒數鍵 時間到就可以離開 視同氣單 民眾和外送員 為了兩杯飲料大動肝火 無形中也浪費了彼此時間 記者城管人王世函 台中採訪報導 台南市安南區 發生了臟骯亂咬人的意外 有一名77歲的老阿嬤 外出散步被鄰居 養的兩隻臟骯給撲倒 狂咬他的頭跟手腳 讓他鮮血狂流 而且就連洞保出了 人員到場之後 也被鋪倒咬傷 現在這樣的狀況 恐怕最重可以開罰15萬元 傍晚時間77歲老阿嬤 主拐杖散步 突然兩隻臟骯 從門縫鑽出鋪過來 就是一陣狂咬兩分鐘 但臟骯不肯走 十幾分鐘後 二度攻擊 造成老阿嬤臉 手腳全身都是血 東保人員來到台南市 安南區的公學路 也完全不敢靠近 但立刻也被藏骯盯上 當場鋪倒 一旁圓井根本不敢靠近 不要不要 你不要再回家 回來他不敢回家 回家怕被衝 我走回去 他不一定走回去 主人到底要不要回來 當地民眾拿鐵皮為力 跟藏骯對峙 最後主人回來 總算把藏骯帶回家 但鄰居們全氣壞了 不是當主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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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骯偷溜出門 咬傷人已經三四次 鄰居已經撞不住了 罰的都不意思 沒有人說 第一日子攻擊性的犬隻 出入在公共場所 這個移動保法 是可以拔三萬到十五萬 讚好沒有前審 也沒戴口罩 四組最重可罰十五萬元 獄警區也發生 兩隻比特犬 到處攻擊家禽和小狗 住戶拿長棍驅趕 雖然通報動保處 但每天外出都 體心吊膽 哪一天被咬傷 記者來關章 王書宏 泰南報導 新竹西濱路 28號 早上午發生了驚險車禍 連結車過彎的時候 重心不穩 導致後方車斗傾斜後 瞬間翻覆 一路滑行 撞斷路燈 衝到對向車道 而且當時有一輛小貨車經過 差一點就被傾斜的廢鐵波及 鎖性駕駛反應快 逃過一劫 連結車過彎 但車斗卻被離心地甩了出去 重心失去平衡 一路滑行 越來越斜 越來越斜 最後連車身都被拔了起來 整輛車瞬間翻覆 先撞到分隔島路燈 再一路衝向對向車道 路過小貨車 見狀簡直嚇傻 方向盤向右一打 驚險逃過一劫 新竹西濱路上 這輛連結車 撞過了分隔島 瞬間翻覆 小貨車反應相當快 一個閃身 避開了車頭裡傾瀉而出的廢鐵 現場滿目瘡痢 鎖性整體事件 只有連結車駕駛輕傷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155 驚險車禍 還有這一樁 男子酒駕狂踩油門 仔細一看 時速已經來到155公里 但他卻完全不減速 先是撞飛管支護欄 下一秒 再撞進陳其邁的造勢會場 轎車一頭撞進會場 五台金屬支架幾乎斷光 車頭也嚴重受損 引擎整顆掉了出來 喝得爛醉的駕駛 酒測值高達1.08 只有下巴受到輕傷 只是造勢活動30後就要舉辦 如今舞台被破壞殆盡 競選團隊恐怕臉都綠了 無端遭撞的還有他 白衣騎士騎得好端端的 左邊騎士卻往右整個貼過來 當場將他嚇得左搖右晃 但左方騎士竟然還一起搖擺 夾擊之下白衣騎士噴飛 慘摔到人行道上 而台北市一名富人東西掉了 竟然在隧道內直接停車 後方騎士煞車不及撞成一團 大馬路什麼狀況都有 右路人恐怕只能提高警覺 小心 再小心 這位楊潔猶濤綜合報導 張華有一名26歲的男子 開車的時候突然衝上了分隔島 車子卡在島上 還露出了一地機油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是 電話響起一時分心自撞 銀色轎車跟隨前方車輛右轉 但前車是直行前進 他卻是衝到中央分隔島騎上去 另一支監視器鏡頭拉近 清楚看見車子撞擊後 還往前動了一下才停 銀色轎車撞出一地機油 中央分隔島原本黑黃香間的 斜紋線也被磨平 附近車來車往就怕影響交通 警方趕緊出動掉車 把銀色轎車脫離 清潔隊也趕來處理油漬 你要左轉你要上中央路 結果右轉 要注意到啦 要注意到喔 他有點號 轉彎操作不當 九車子回零 26歲駕駛疑似轉彎時 被手機聲響 干擾分心撞上安全島 信號駕駛撞車當時 車速不快 沒有人受傷 記者 陳盛偉 陳廣然 王世涵 彰化 採訪報導 他在澎湖浮澎喜來 跟酒店推出的海黃鮑魚 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